大家好,我是袁叔 陆陆续续准备了挺长一段时间 我终于开方舟生存进化的坑了 方舟一直是我想开的坑 但是上手以后我发现这个坑有点大 我只是在好几年前跟水友一起玩过一段时间 当年跟着水友无脑推 前一阵试玩才发现啥啥都不会 所以呢,我就花了不少时间学习了一下很多大神的视频 然后自己也玩了不少,就此开坑 作为一个几乎纯纯的方舟新手 我就先从孤岛开始玩吧 毕竟这图简单,对吧 然后我根据一些朋友的建议加了三个模组 对游戏平衡性倒是没什么影响 一个是堆叠减重模组 一个是墓碑 这玩意儿主要是解决实在减不到尸体的问题 毕竟嘛,我也是要录视频的嘛,对吧 最后一个是望远镜 方便我远距离观察恐龙的情况 好了,开始吧 我苏醒在一个美丽的海边 迎着朝阳,我站起了身 看看我这结实的臂膀和我那坚毅的面庞 哎,不对,这是我之前没删除存档 我就说新手区怎么会有几倍龙呢 吓死我了 来了来了,我又行了 这次是一个全新的存档,没问题了 看看附近多平静 赶紧,抓紧时间 我得快速做好前期需要的工具 尽快抓几只恐龙防身 之前我试玩的时候啊 前期被虐得不要不要的 我最后总结了一下 就是我动作太慢了 以至于迅猛龙都到处跑了 我还没抓到一只恐龙 好了,我现在手头已经有石稿和长矛了 基本工具有了 采集资源和简单防身问题不大了 我刚才好像看到什么东西跑过去了 有种不安全感 诶,出之龙 巧了,我正找呢 才16级 不行,太差了 继续找 又一个 8级 也不行 我需要找一个等级稍微高一点 前期能保我平安的 红色复制龙诶 看看多少级 什么玩意儿 虐猛龙 怎么突然就来虐猛龙了 什么鬼啊 怎么就刷出来虐猛龙了呀 完了完了,凉了凉了 又来一只 果然我这个水平确实还是差了点 尸体什么的我也不去捡了 本来也没什么 抓紧点时间很快就能收集到的 那我现在就知道了 那边有两只驱猛龙 肯定是不能过去了 安下心来 先采集资源 顺便呢 我也谨慎的稍微往反方向探索一下 毕竟之前没找到合适恐龙啊 不驯服恐龙 我怎么打 嘿哟 看看我发现了啥 泰克富之龙 泰克龙是帅啊 但是等级有点低 是有24级 糟进来没什么用啊 但是算了 糟吧 当个吉祥物养了也行 言之担当吧 我先准备点东西 这附近还有两只射足兽 只不过估计我运气不好 一个要吃蜂蜜 一个要吃优质生鱼肉 气得我都想把他们干掉取肉了 为了抓龙万无一时 我要先准备一些工具 比如一些地基和门框 用来困住富之龙 然后还要大棒来敲晕富之龙 还有流行锤 用来先行控制富之龙 好了 应该没问题了 走 干活 困住了 不过流行锤是暂时的 然后火速在富之龙脚下放低机 四面再放门框 这样就困住了 不过这操作可不是我自创的 也是前一阵跟一个方舟大佬学的 还别说真的实用 困住了富之龙 直接操棒子上去捶就行了 无愧是太克龙 都叫我捶出电火花了 吹晕了 再给点紫果子 我这还得做个富之龙安 要不也起不了呀 说真的 前期是真的缺纤维 需求量大 产量也不算特别高 以后有了工具龙就方便了 可惜现在我还得人工采集 诶 又是一头富之龙 这个可以啊 84级 驯化之后妥妥的过百级 这个可以哦 必须得拿下 先流行锤困住 然后上地机和门框 太克龙就等会吧 好家伙 棒子都打坏了 这家伙等级高 眩晕度肯定也高 只能一点一点打 哎 等我以后麻醉药做出来就方便了 要不就有点废鼠标 好了 这家伙也晕了 驯养有效性94% 可以加39级 这驯好以后妥妥的123级 不错 要是能再来几头这样的 我估计我早期就能称霸这片海滩了 还能找那俩驯猛龙报仇去 既然这样 那我复制龙安肯定就不给太克龙了 给这个123级的了 在力量面前 长得帅只是其次的 好了 这一波开局貌似还挺顺利 虽然有驯猛龙捡了我一个人头 但是这问题不大 方舟生存吗 哪能不挂个十遍八遍的呢 对吧